作為一個香港人,不妨我們主動了解本地足球的歷史 今天要講的事是他,2006年的城門谷事件 由11年錯漏發出的鳳凰計劃,甚或是13年的大球場泥地事件 去到17年林鄭支持講足的方法,竟然是競選的時候走去球場找葉鴻輝 剛才他好像主動找你,他說吃你,吃得你 等等等等的事件都顯示出香港政府對於發展本地足球的懶理態度同不作為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崔蕭 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發生在2006年的城門谷事件 相信住在荃灣或大窩口的師兄都有經常路過那裏 城門谷球場大概位置就在荃灣和大窩口兩個擋鐵之間 時間線要回到2006年8月16日 事源當時港隊正在備戰作客烏茲別克的亞洲杯外圍賽 但由於當時將軍澳的足種足球訓練基地還未起 所以港隊就要好像打游擊隊似去各區不同球隊訓練 那時候他們就預訂了城門谷球場去練球 訓練當日曾經落過大雨 城門谷球場那裏的場地職員就要求封場 但是港隊教練黎昇祥先生就希望把握練習機會 所以就要求場地職員給他們繼續踢 當時職員就給他們試踢 港隊踢了30分鐘左右期間都沒有再下雨 所以最後港隊就在完成整個練習才走 但是問題就出在第二天 在港隊練完球之後那天 足種就收到康民署職員投訴 指港隊無視封場令 隨後足種也對港隊教練黎昇祥作出警告 這樣一搞法 當時港隊就軍心換散 教練黎sir都表示對烏茲別克只會以拿一分作為目標 另外當時港隊主力之一的蔣世豪先生豪朱 就因為這樣為教練感到不抵 同時紋身出退港隊的念頭 所以希望在踢完8月16號對烏茲別克長球之後就退出港隊 而事實上他雖然沒有在踢完場球之後馬上退隊 但是他都只是為港隊踢多了兩場就退出了 而最後8月16號那場球 港隊就跟烏茲別克打成2比2平手 整件城門谷事件大概就是這樣 這件事最大的問題在於 訓練當晚港隊教練向康民署職員要求 希望解封過場踢球的時候 康民署職員是答應給他們試踢的 而由於試踢期間沒有再下雨 所以當時康民署職員是有給港隊繼續練球的 那既然康民署最後有給港隊繼續練球 為何第二天他又要向足勇投訴呢 雙方可能誤會是其中的原因 不過康民署這樣的做法真是令人不解 有人說康民署那邊是官僚主義爆發 沒有事找事來做 亦都有人罵康民署做事死板 死根規矩做事 因為事後港隊教練黎新祥先生表示 對被投訴感到莫名奇妙 因為他身處前線和在球場打滾當年 清楚球場到底適不適合使用 他這樣做並不是要破壞場地 而只是希望為球隊爭取練習的機會 還有我們亦都希望從這件事上看到 香港足球另一個失敗的地方 就是為何竹種在事發之後 沒有堅定地站在教練和球員的一邊 反而警告教練黎sir 導致本來已經被康民署 搞到軍心散緩的香港足球隊 受更大的打擊呢 要避免這類事件發生 就要從源頭上解決 而其中一個最簡單 直接可以從根基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在香港興建更多球場 並且有方針地配合撥款 作出未來規劃 整件城門谷事件 充分地反映了香港政府 對香港足球的良好態度 真心說句 難道你對港隊對足球界好些 會跌入圈套嗎 那究竟我們小市民 又可以做些甚麼推動香港足球呢 最簡單 就是可以入多些場支持香港聯賽 香港足球 需要一步一步改善 不能一步登天 不過 小市民開始踴躍入場看球 影響絕對不小 今次就趕著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 給一個小小的舉動 可以令我們影片多很多人看的 如果有甚麼意見或者問題 都絕對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交流一下或者糾正我們的錯誤 記得訂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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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訂閱我們